關心政治消息 前台北市長郝龍斌 因為大巨蛋案 跟台北市長柯文哲 給槓上了 今天晚上 郝龍斌在節目上痛批 柯文哲是躲在 連委會後面開炮 完全不負責任 你既然是廉政委員會的召集人 所有廉政委員是你任命的 你的資料 以及他們所有的作為 以及他們所有對外的發言 所有的結論 你就要負責 你到底負責 你認不認同 如果這些事情 他都講他不知道 他躲在後面 這跟所謂的俗辣 有什麼兩樣 郝龍斌質疑 柯文哲批評總統馬英九 跟遠兄董事長趙騰雄會面 但其實松菸文創 目前的結論 也是柯文哲 與成品大股東童子賢 跟富邦董事長蔡明忠 三人密會而來 雙重標準 叫外界合以幸福 不過下節目後 又在臉書PO文表示 為了自己的情緒性發言 向大家道歉